大家經常都說香港高樓大廈林立是一個石屎森林 一個城市的建築代表著它的繁華 而我們身為發展這個城市的其中一份子 怎樣可以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呢? 金門建築已經在香港65年 業務主要有土木工程、樓宇建築、基電和地基等等 我們有幸能夠參與到香港不少具代表性的發展項目 包括香港國際機場、西九文化區、西九龍總站 以及屯門斜立角連接路等等 與香港一起進步 一直以來我們會盡力在工程採用創新的建築技術 採用低碳物料等等 以減少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影響 就好像我們馬鞍山白石城市大學學生宿舍 和東京街重建項目一樣 就用了組裝合成法 MIC 了 這個方法 預計可以減少建築廢料、噪音和減少碳排放 另外,我們引進了香港第一部電動離帶式起重機 每年可以減少大約76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我們亦都引進carbon pure的技術 將工業過程產生的廢氣二氧化碳注入混凝土裡 在保持到混凝土強度的前提下減少碳足跡 作為一間重視可持續發展的建築企業 我們深信投資未來減少資源浪費 是我們的企業責任 要為香港建造業減碳打好基礎 最重要是找到合適的綠色金融工具 隨著地球的氣候變化 很多行業都越來越注重各種節能和減碳的方法 金門建築一直熱衷於研發和應用環保的建築技術 去幫助減少香港建築項目的碳排放 這與我們星展銀行致力建造綠色未來的方向不謀而合 所以星展很高興可以為金門提供綠色 以及首個社會效益的銀行擔保 與金門一起加快達到香港正寧排放的目標 未來就是現在這一刻去建設 多謝星展銀行一直支持我們的綠色建築理念 幫助我們構建低碳和可持續發展的智慧城市 一起Live more sustainably 好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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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